今天是我们的田棍苗,定植到现在是第六天了 整个长势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无土栽培的种植袋,里面是用牛粪和秋蚊粪粪粪在一起的 只要看叶范,基本上已经长出来两个叶子了 这是第一个新叶,这明显的就是定植后长出来的另外一个新的叶子 就特别明显,也就是长出来两个新叶子了 这是第六天的时间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说,这个棕子里面这个槽子就开始出来了 实际上这个是上一叉的,上一叉的机制 但是这个槽子还是没出完 估计需要两三个季节以后,这个槽子才能出完 可以看一下,整个存活率是百分之百,还没有出现一颗死苗的现象 现在是有两种情况需要我们马上去解决 第一个就是,新叶出来以后稍微有点发黄 这个属于典型的,刚刚断产以后,营养跟不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,因为今天是第六天 我们实际上是从昨天开始浇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带肥料了 带肥料这一块呢,这个时候我们用的配方呢 就填瓜的配方呢,是20-10-20这样一个氮连钾的一个全元素配方 一锡的弄度呢,这是我们是做到1.8的一个一锡弄度 这是在肥料这一块,可能也就是出现这种小面积的黄叶 新叶黄叶这一块呢,再有两三天以后就会改观了,问题都不大 另外一个就是,现在白粉丝开始上来了,这个季节啊,这个插口啊,白粉丝防止是很关键的 然后白粉丝上来以后呢,我们就抓紧时间用三重钦去防止 因为这个白粉丝啊,哪一个前妻呢,用药呢不要,一下子一步到位 先一种单剂的去打,然后第二次用复配之期 第三次的时候可以用三元复配的,这样逐步逐步增加 别一下子用好的东西,抗应提上去以后,以后没有药可用的时候,你就麻烦了 这是我们今天谈刮讲的第六天的时候,一个前线管理的一个方法吧